我們看第三題 這一題是說 在民國X年的時候 某都市的人口量 滿足這個市值 以致民國60年的時候 是一萬人 民國70年的時候 是一萬五千人 因為人口數滿足這個方式 所以我就把60代進去 把70代進去 他現在問什麼 一百年的時候 人口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把 第二個市值除以 第一個市值 就得到什麼 除上去 A消掉 他除上去的話 是負70C加60C 就變成V的 負10C 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 1.5乘以10的四次方 除以10的四次方 是1.5 然後我民國一百年的話 帶進去 A 乘以V的 負100C 那我把什麼 把A 乘以V的 負60C 抽出來 他就剩下 剩下V的 負40C 這樣子 這個 這個以之類是10的四次方 所以這10的四次方 乘以多少 這是V的 負10C的 四次方 把4提出去 所以這個多少 這是1.5的 四次方 乘以10的四次方 然後你計算機把它打一打 我計算機把它打一打的話 是1.5的 四次方 乘以多少 這是 5.0625 這是5.0625 乘以10的四次方 所以是 5.0625 那這個就是答案 謝謝